文化學堂 詞・文化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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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歡迎大家 來臨歷史文化學堂 穿梭古今 中華千年蜕變的專題講座 這次活動是由香港 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主辦 亦得到優質教基金撥款之助 我們在此亦感謝和建議 文化學堂已經舉辦了三屆 過去的成效亦非常理想 我們亦希望每一年每一屆 都繼續面向學界 以及藉此推廣歷史教育 亦都希望今次 我們從香港歷史 本土歷史出發 透過液的專題講座 亦都分別稍後會舉辦 一些考察導賞團和電台的廣播節目等等 活動都非常多元化 亦都希望藉此 讓所有參加者都可以更了解 香港歷史的變遷 今次的活動計劃 專題講座 就會作為第一個階段的活動 由今日2月23日年初八開始 我們會一年舉辦四次講座 直至到三月底 今次亦都非常榮幸 下次邀請到香港公開大學 人民學院的志願樂教授為我們打砍頭炮 演述九龍的歷史 或者現在由我簡單去介紹一下 趙教授的一些背景資料 趙教授也是我們在同行裏面 一位很資深的歷史老師 他亦都是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專攻東人史學 現在是香港公開大學人民社會科學學院的教授 對於歷史的一些變遷 或者對於整體的教育裏面 他付出很多 一直都是向趙教授學習 成為我學習的對象 近年他亦都舉辦了一帶一路文化鑑賞 專業協會 亦都成為創會的主席 他亦都對於古今的地方掌固 和很多的書畫圖詞 現時的金石銘刻 亦都有很有興趣和研究的心得 今天我們都不希望大家太多的時間 在這裡先代表民聯會 以及我們的篤道委員會 致送一個紀念祈給趙教授 請教授 好 我們今天就 現在就與二年的掌聲 歡迎趙教授 我亦都交來時間給趙教授和大家分享 首先很感謝大會邀請小弟來和大家分享 這場地我覺得是第一次來的 有些驚喜 大家看一看 整個場地差不多四百人 我最初和時駕說 大概你遇到多少 他說 我們都是遇到二百人 應該滿了 我們現在再看一看 把一百多二百人放在這場地 還有很多空位 我們很希望更多有興趣的年青人 可以來到這裡和大家一起互相交流 其實不只是一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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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走 這種交流相對下 我覺得是比較平面一點 更好的交流 起碼應該可以做到什麼呢 即是說 當我們一邊說一些話的時候 你應該進入歷史想像的空間 完了之後 其實你不斷會有些問題 你很想問我才對的 如果完了之後 你會發覺我都沒有什麼 我又不想問你 我都走了 即是證明我的講座很失望 我就很希望大家 就給我一點鼓勵 給我一點掌聲 給我 好嗎 為何會突然跟大家說這個題目 我又不是九龍皇帝 我還要說九龍歷史 好像很專一一邊 大家去看香港歷史的時候 怎麼這麼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香港歷史應該怎麼看呢 在我自己的教學過程裡面 因為大學裡面 都開了一些基本課程 和一些碩士課程 很多時跟學生聊天的時候 我馬上臨到一個情況 是可能大家都遇到的 就是說我們香港人 習以為常 住慣了在這個地方 有很多事情 其實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那個人會經常問你 但你會覺得 不是的 我都習慣了 如果我去香港島 然後我有時候去新界 有沒有被外國人問過你 你現在處身的地方 是屬於香港的什麼 我被你問過 我在香港島的時候 我被人問 我們現在在這裡 那個外國人問我 當然他是遊客 他不是很像 我說這裡就是香港 你現在其實就是在香港島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問 香港島是屬於香港的什麼部分 我開始覺得 這些好像很exotic的問題 外面的人很喜歡問我們 但我們很少去 特別花時間去理解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特別要講一些 大學裡面學的觀點 其中一樣東西 其實可能和大家有些關係 你會不會覺得 你住在哪裡的時候 你是會習慣了某些地區 這裡我想做個統計 有多少人住在香港島 有多少人住在九龍 有多少人住在新界 你看看 旗鼓相當的 是嗎 如果把這三批人放在這裡 我自然可以做到一個問卷調查 我調查就可以看一看 為什麼你媽媽媽 以致到你的祖父祖母 這麼喜歡住在某一區 住在香港的人 你知道嗎 不喜歡過來九龍住 住在九龍的人 那些人就不喜歡去新界住 但是反過來 住在新界的人 你叫他來香港島 你打死他也不需要 因為告訴你 那些路又彎又斜 去到那裡 肯定覺得不適應 有沒有人試過開車 如果你試試 如果你習慣新界的車 跟著你去香港島 你會發覺很驚險 走走走 你不知怎樣 經過了 我一直繞上去摩承嶺 有些朋友說 香港島不是很適合我們住 不只是我們香港人覺得是這樣 外國人也是這樣 這裡說回很多個故事 就是早年 英國人來到我們香港的時候 為什麼會住在我們香港島 跟著下去自然就會問一個問題 有了香港的歷史 是不是代表只是香港島的歷史 九六的歷史 和新界的歷史 又要怎樣走出來呢 反之種種 我就比較貪心一點 其實 只是這個題目 你不要以為過半小時 你就解決到 我們是講了一個學期 我現在用一個學期的功力 過半小時 全部輸送給你 那你說 你是否要更專心去學 好 開始之前 大家會看到這個泡沫 我想給大家看看 好像這個 你看到裡面所寫的字 很密實質的 其實我已經盡量把它變成很多種不同顏色的字體 但到出來的效果 還是差一點 我很想告訴大家 一個地緣是文化的因素 人之所以可以產生一種文化 就是因為它自己在社區裡面 慢慢造成一些生活習慣 而我們去看香港史 我們會很明顯地看到 有兩種不同的切入方式 一種的切入方式 我們會把它分析 一些叫做非物質文化學習慣 一種叫做物質文化學習慣 你有沒有聽過這兩個概念 好像聽過 好像明白 聯合國很早的時候 七十年代 其實已經用很多個文字 他要解釋給你們聽 什麼叫做非物質文化學習慣 或者什麼叫做物質文化學習慣 但做起來的時候 他有先後指訓 他會覺得 先做一些對人類歷史有興趣的建築群 因為這些可以從一些古文 一些遺漏下來的痕跡 讓你看到 原來整個香港歷史 整個歷史背景是這樣的 在這裡我只是特別介紹 在七十年代 他有一些定義在這裡 包括說 例如他有一些位置 他有一些社區 他有一些建築 你可以從這些殘存的遺物裡面 看得到人類智慧的一種結晶 於是慢慢走出了 有很多的定義出來 如果你看回這些定義 很有趣 我特別舉第三 第三 其實告訴你 其實是一種 叫做什麼呢 它說 一種將會消滅的一些文明 這些消滅的文明 如果大家去看 今時今日 有一些建築 剩下的建築 剩下的建築 但其實 你沒有很多事情 再告訴你 它的文明底質是怎樣 比如說 馬雅的文化 又或者 比如說 一個金字塔 剩下的一些東西 你可以看到金字塔 但是金字塔 背後 文化的形象 可能是越來越不好的 再下去 你看一看 第五 是說給你聽的文化 是一種不可逆轉性 會言之 當你去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它會一路一路 越來越少 正因為你去保育的時候 最後 你這些剩下的石頭 位置 碑黑 什麼都會沒有了 所以聯合國很努力 由七十年代 一路去建立 這一類的 叫做 保育的定義 最後 它會定出一些重要性 例如 那些 叫做 建築群 怎樣去保養 維修等等 接著下去 去到2003年 其實聯合國有第二個目標 它說 我們要保育一些有型的東西 不夠 我們要保育一些無型的東西 無型的東西是什麼 有時候有些語言 這裡有沒有人是潮州人 如果你是潮州人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潮州話 你不會說潮州話 為什麼會說自己是潮州人 有沒有人是客家人 你會不會唱客家的山歌 不懂的時候 為什麼你會覺得自己屬於客家的一部分 好像語言 風俗 這一類的東西 可以全台說的東西 可以做出來的東西 或者可以跳出來的東西 它都是屬於一種表現方式 聯合國有一個定義 他覺得除了保育一些有型的東西 這些無型的東西都是越來越重要 所以先要保護一些頻毅的語言 先 好了 我講了一大堆的東西 其實它想告訴你 這兩樣東西之間 是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通過你去考察這些地區 剩下的這些語言 或者食物 讓你會感受到 文化原來跟一個區域 很有關係 所以我們講來講的是 它講的是一種 Regional Humanities 我剛才才所說 香港九龍和新界 是有些分別在這裏 是因為 大家畢竟住在這裏 一段時間 在這段時間裏 其實很多變遷 你可能不覺得 這些變遷好像很重要 但其實你看回頭 這些變遷 究竟是可以解釋給你聽 為何今時今日 你還會在這個範疇裡 生活著 我現在一邊講的時候 遇到一個最大的難處是什麼 我的麥克風是向前面 但我的東西是向後面 你還一邊講的時候 我又要看一看 又要再往前面 所以我也很想看一看 有哪一支可以講到話的麥克風 有這支麥克風可能會比較方便 我不需要向後面去講 好了 這一大堆東西 其實我不想花很多時間去講 講回一個正題 就是香港的歷史 如何去形成 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的歷史如何形成 如果我從幾千萬年前去講 或者幾萬年前去講 那個意義其實就不太做大 我是很想告訴大家 其實人民地域的精神 在我們周遭都可以找得到 我們儘管從鴉片戰爭 開始去看這個問題 可以這樣說 如果沒有這個鴉片戰爭 今時今日 可能你和我都未必一定會在香港 除非你已經是早幾代的人 由宋朝一路南下 然後你就住在錦田一帶 有沒有這種人呢 有 但是人數應該不會太多 我們之所以要講鴉片戰爭 就是一個歷史的記憶 大家要知道 很多的歷史書 大家看的時候 經常告訴大家 中英之間的衝突 一定是一場文化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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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不了解我 我不了解你 對吧 所以 因為一些commodity 我交給你 你覺得你不要 但你誤會了我的意思 那就打仗了 我想問問大家 是否一種歷史的commodity 可以解釋得到 這場鴉片戰爭 絕對不是 換言之 如果當日 不用鴉片去做貿易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大家 香港可能不會誕生 Modern的Hong Kong 其實是不存在的 所以這件事 是要花點時間去講的 歷史回到大概 一百三幾年 一百四幾年 大家會知道 中國人越來越多人去吃鴉片 有了這場鴉片戰爭以後 就是有那個所謂 什麼 各樣香港 這場鴉片戰爭 其實你看來看去 你看到 有些歷史偶然吃 正因為在香港發生 我們去講九龍的歷史之前 你一定要記住 九龍的歷史 和香港的歷史的分別在哪裡 我現在想告訴大家 香港的歷史 進入了近現代 它其實是想建立它那種什麼 英式的威權主義 而我們稍後去講九龍城的歷史 這方面相對之下 是沒有那麼強 這就是Regional Humanities 你看到的時候 你就會相信 大家看看 在1939年7月7日 尖沙咀村發生了什麼呢 就是臨惠喜的事件 臨惠喜無緣無故走進了一個所謂的場地 這個就是香港市的場地 晚上有一群醉酒佬 然後看到這個中國人 不知道是什麼人 醉紛紛打死了他 打死了之後 這個臨惠喜案 就成為了以後 林則徐和這群英人周旋的一個重點 你知道吧 英國人當然是維護自己的人 沒有那麼容易 就說馬上要進行一種判案 最後你看到 他們是用一種很草率的方法 就把這個臨惠喜案定了 他說 這群人是有問題 是有騷亂 是有嘔打 但最後對兩個人進行了監禁多久 三個月 然後在呂惠陛下的教養所裡 接受一些勞動 隨便罰一罰錢 25英鎊 就解決了整個問題 所以你看到 藥國是無外交的 在當時 整個對華的政策 很明顯是有角色衝突的 這裡有一個表 其實很容易告訴你 你看看有一些本身 他也叫做諸華的商務總監 但與此同時 可能他也是港督 你不斷問一個問題 他做的時候 究竟是為了本地 為了自己的職責 還是為了大英帝國呢 千絲萬縷關係 都說不完 所以我在這裡 我不會集中說這些 比較複雜的問題 更多我想說 在整個過程中 香港發生了一個 什麼角色上高的作用 有些人經常說 英國很貪 什麼都貪 就是貪我們的土地 你覺得英國人 是貪你香港的土地 大家知道香港的土地 其實是很少的 英國人貪不是貪我們的土地 英國人貪是貪我們什麼呢 有很大的 一個很優良的港口 大家要知道 為何要拿香港島 是因為他想拿維多利亞港 對吧 你拿維多利亞港之前 你是不是起碼 你要跨住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屬於我的 我對面屬於其他人的 這個地方我暫時不理 所以拿了香港島之後 整個維多利亞港的一半 其實他已經擁有了 但如果你是英國人 在當時得令 你會不會想拿到更多的地方 會 為什麼 我要把整個維多利亞港 當你想拿到整個維多利亞港 你會怎樣做 那當然是拿到維多利亞港 對外的一決最好 所以就解釋了 在1842年 就算在南京條約簽訂了之後 拿到香港島 英國人還是覺得自己不穩定 不安全 直到去年九龍半島 在1860年簽署了北京條約之後 他覺得穩固 整個維多利亞港 終於等於他 但是如果你是英國的 就是處身在當時管理殖民地的人 這樣是否最安全 不是啊 然後你想想 你拿了九龍半島 而已 街上街以北那些地方 那怎麼辦 深圳河宜南那些地方 怎麼辦 怎麼搞 我很想重新搞正看一個觀點 就是說 英國人其實是想 控制我們的水域 多於想拿來真正的土地 在這樣的情況下 結果在1898年 你看到整個新界 是不是 我們知道 街址的唐戰專條 就在那裡簽訂了 簽訂了之後 以後 深圳河以南 界限界以北的地段 都拿了 英國人覺得最安心 當然 你說如果再推上去 深圳河以北的地方 沒有辦法 對不起 是屬於中國 是不是 這個一步一步的推展 你將會發現 是造成了三種不同的地段 一個就是香港島 一個就是九龍半島 接著下去 還有一個叫深界 就是這樣走出來 所以在這裡 大家不妨用一些地域觀念 去做一個比較 如果你說香港市和九龍市 有什麼不同 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城 可以給大家看 一個就是 在1841年佔領之後 建立出來的什麼呢 叫做維多利亞城 有沒有聽過 今時今日 如果你去香港 當然這個城 已經沒有了 它那個什麼呢 它那個東西南北 是不是 一個戒指 但是 它確實很想告訴你 由上環一路打後 去到下環這個地方 都是在我大英帝國 呂王的指使底下 我興建的 最modern的一個 city 所以 還有一些東西 剩下來讓大家看得到 就是一些戒指 大家知道什麼叫戒指 就是 有一支柱這樣洞出來 然後這裏就是 到哪裏 還有幾個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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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些所謂指定的地方 但是就不多了 現在政府來的 今時今日 如果你想去看 還有幾個可以看得到的 有了這個維多利亞城 如果你是屬於大清的寺物 你有什麼感想 糟了 對面就已經沒有了 剩下來的是什麼 你裡面還可以控制的東西 所以在1847年 無論怎樣也好 它為了安全起見 它一定要在維多利亞港的對岸 很近日可以看到 維多利亞港的動靜的地方 建立另一個城 這個城就是什麼 九龍城 我們今時今日說 九龍寨城 就是這個情況下出現 我又問問大家 你們平時說九龍城寨台日集 九龍寨城 有沒有分別 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九龍寨寨是否等到九龍寨城 然後有些人說 我不是 還有一個叫九龍城 然後聽聽聽 還有一個叫九龍庫城 然後說我不是 還有一個叫新九龍 然後再告訴你 有一個叫華籍的九龍 和英界的九龍 你投了大文 為何要講那麼多這些 所以我們其實是否熟悉香港 某個程度 我們不太熟悉香港 我們更加不熟悉的是九龍的歷史 我們可以這樣操略去看看 今時今日 四環九藥在香港 有很多書已經出來了 你會比較清楚一點 哪四環 香港島有上環 是吧 有什麼 中環 接著有一個叫西環 還有一個叫什麼 下環 下環去了哪裡 其實今時今日的下環 應該是指著什麼 應該指著銅鑼灣的路 灣仔銅鑼灣那單 其實就是這樣 當日我們被人做什麼 一些貨倉 香港的地方 是一些 因為今天我們 在香港多些有關九龍的歷史 對吧 我們要做一個比較 地區的比較 所以 都會交代一點 有關香港和九龍的關係 好了 再下去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 有很多有關九龍半島的建築 其實最初英國人 關注九龍的地方 在哪裏 並不是你們今時今日的官府 並不是說 在麗精花園那一帶 九龍灣 更加多是關心 尖沙咀的地方 第一 衝突而起的地方 通常在那裏 是部署最多的軍備 因此 今時今日 你去尖沙咀 你還應該會看到 有一些經常佈防 一些炮台 一些比較高一點的 居高樓下的建築物 那裏還有一些感覺 打開地圖 原來是英國的軍營比較多 好了 在第二次的鴉片戰爭 你會看到 他們會覺得 如果我每一次 我需要上去北京的時候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補給站 這個補給站 是令到很多船隻 可以先集合在維多利亞港 補給之後 再上去 每一次你有沒有留意 當英國人 帶上其他聯合的艦隊 上去的時候 總是經過幾個地方 香港是第一站 接著再上去 是甚麼 沿著一些法律上去 還有甚麼法律上去 福州 寧波 上海 接著去到大谷口 再下去 就是打北京 明白了這條路之後 你會知道 以後 英國人去看香港 跟我們看的香港 是有點不一樣的 這裡也說了很多 在一個歷史的偶然之下 為甚麼他們這麼想 在九龍半島的尖沙咀 去進住 今時今日 尖沙咀當然 跟其他地方 已經是連在一起 我們很少不分 但對於英國人來說 早年 因為尖沙咀這個地方 尖沙咀 尖沙咀 尖沙咀是最接近的 維多利亞港 對吧 拿了這個地方 相對之下 他就會安心很多 這些歷史的事情 我就不多說 但總而知 你起碼要有一個觀念 如果今時今日 人家問你 英屬的九龍 是甚麼地方 你起碼要說 這些地方 給他聽 他包括了甚麼 尖沙咀 尤馬地 賀文田 望角 大角咀 華界的九龍 其實應該牽涉到 深水埔 長沙環 荔枝角 九龍塘 九龍城 土瓜 還是紅蝦 明白嗎 好 如果今時今日 叫你蓋梅書 你再說一次給我聽 你現在坐在這個地方 是屬於甚麼的九龍 你告訴我 英屬的九龍 應該就是華界的九龍 是吧 英屬的九龍 和華界的九龍 是否有些分別 在建築物上 早年應該是有些分別 換言之說 從一個urban area 它發展的時候 是比較上 越近尖沙咀旺的地方 它發展得比較早一點 後面的地方 相對底下 又真的 舊樓是比較多的 但現在這條界線 開始有點模糊了 我很建議大家試試 走一走這個芥杏街 這條芥杏街 在外國人看上 很驚訝的 你知道嗎 我們經常說 芥杏街以南 一個是芥杏街以北 你走一次芥杏街 以南和以北 你做一個對比 你會知道 為何近代中國 很多的文人 當他們要南來的時候 他們很多時候住在 你猜是芥杏街以南 還是芥杏街以北 很多時候 他們反而喜歡住在芥杏街以北 有原因解釋 第一 芥杏街以北 肯定 建築不太繁榮 那些租金便便便便 南來文人哪有錢 那些地方便最好 用來什麼 雙春悲秋 最好 所以芥杏街以北 可以告訴大家 他還有一種中國的情懷 他覺得就是什麼 即使芥杏街以北 連新界 是否割讓了 有一天 他收回的 英國人又不知為什麼 神推鬼推 他覺得就是什麼 我現在割讓這個地方 我有個信口流 好吧 我割讓你幾年 九十九年 誰知道 原來九十九年之後 中國真的不能死 九十九年之後 中國真的可以拿回那個地方 這才是神奇 對吧 其實你看看當日 割讓九十九年的很多地方 不只是我們香港是這樣 威海衛那邊也是這樣 都是要割讓99年 意思就是告訴你 九十九年之後 段古你都沒眼看 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們中國 命大福大 九十九年之後 剛剛好 另一個 cycle 是越來越富強 所以我們才可以 見證到這個大時代 我想告訴大家 無論如何去解釋 香港人的身份 這幅圖 總是告訴你一些關係 就是告訴你 就是說 我們怎麼說 我們香港移居的人 他也是早年 在上居一路一路遷徵 劉香林先生對這種遷徵 做了一個相對科學和客觀的研究 他告訴你 是的 我們其實都是群族移居 然後都遷徵 在不同的時間 我們都是僑聖 最後我們會成為一個客家 所謂客家者日 就是 我客席在那裡 我本身不在那裡住 你看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 可能很久 他可能其中一條線 是由山東 然後安徽 安徽到江西 江西可能剪去福建 福建去廣東 最後來到香港 你問一下你的家庭 如果他有一個族譜給你看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都會說 我們先世人住在南虹 住在南虹真的很威風 你知道嗎 住在南虹 你再上去的時候 通常那條路可以上去江西 多多一點都告訴你 是由北向南的那條路 一定是沒錯的 但是可否再推上去呢 有些人會說 這裡有沒有人姓趙 沒有啊 我因為小弟姓趙 我經常都很想看一看 好像讀宋史 趙康隱的關係 我們有一個趙世寶堂 有一次我很認真去問 趙世寶堂的一個竹里 我說我們趙世中親會 如果真的可以這樣追 可以追到多少代呢 他以話不說 就拿一本給我看 他說我們可以追到第十三代 第十三代我看一看 好像年份也不太對 但是他告訴你 我們是屬於趙光儀 一直下來講派 信不信由你 但其實普蝶之學 我可以告訴你 去到明清之後 其實有一個斷層在這裡 今時今日很多的這些斷層 是告訴你 不可能你可以追得到你的線勢 你只能猜到趨勢是怎樣的 好了 一直下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 原來香港是這樣的形成 最初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沒有了一個最主要的香港觀點 在地圖上 最多看的就是一些叫做 愛陽和內陽 我想問問大家 為什麼要畫這麼多內陽 外陽和外陽的名字 他就是告訴你 入了這個港口 外陽是大風大浪 內陽是很平靜 反而應該是 重點是說 內陽和外陽 多於介紹地理位置給你看 但如果你看一看 你將會發覺 其實有些地方你認得到 譬如這個 這個叫什麼 它寫著 鴨利 即是鴨利洲 然後這個地方 它又可以告訴你 叫赤屎 什麼叫赤屎 就是赤柱 你馬上會想到是什麼 吸水門 再下去的 你看到還有很多 這是什麼 屯門 一模一樣 我們現在都叫屯門 它可以告訴你一些 香港的地理位置 但問題就在於 這些地理位置 它不是一個主體 它只是一個陪圖 這幅圖更加可以告訴你 整幅地圖的主體在哪裏 在這裏 這是新安院 如果你看整個新安院 它一定是以這個作為中生 但與此同時 它又很有趣地 告訴你 不是 這裡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是標示了 跟它相對的關係 都是維持的 這是什麼 灰稻山 灰稻山在哪裏 灰稻山在哪裏 屯門 是吧 然後再下去 這裏叫什麼 大霧山 然後再下去 這裏叫什麼 官富山 你看看這裏 好像三兄弟一樣 大家在旁邊的 有多近 如果這三個地方都這麼近 就不用回很多交通 對吧 所以可以這樣說 它有時候 歷史上有種想像 它只是告訴你 我們現在要的是這個中心 香港這些位置 我們不在乎 我們不在乎 好 正因為這樣的時候 它畫到這些地方 它會是怎樣 煙波利蠻 煙波浩 煙波浩 是吧 換句話 你試一下 你一出零丁羊 你這個人就是 孤苦零丁 是吧 這裏就是零丁羊 那些水 那些波紋 就是告訴你 沿途 風高浪急 是吧 那些地方屬於 外洋的地方不安全 然後再下去 還有很多地方 南北佛堂 其實這裏就是佛堂門的地方 下面還有什麼地方 吸水門的地方 可以這樣說 晚清一路下來的時候 我們都是對我們 自己香港這個地方 不是有充分的認識 香港九龍台新界 你可以告訴我 哪個地方打哪個地方 很難 好了 這個新安安月字圖 也可以告訴你 最主體的地方 就是新安城 新安城以外 這裏有一點點你認識 就是大鵬城 就是大鵬灣的地方 其他地方 適合不適合 例如這裏有什麼 官富山 這裏有個大墓山 剛才也是這樣並列出來的 但是你看看 後面 馬上這麼近 有一條雙魚村 在這裏 已經去到上水的地方 這裏已經是錦田的地方 你說了 如果地圖這樣畫法 叫你跟著它這樣走 那你就死了 可以這麼說 整個香港的位置 我們還能得到一個很清晰的理解 直到什麼時候 我們開始清晰呢 這幅圖 如果大家平時在Google上 一定會搜尋到這幅圖 我很喜歡用這幅圖 第一 上高新安月的 就是我們之前所說的 還傳統 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但是下面有一條線 它畫了給你聽 哦 這個就是Boundary Street 然後 新界你不要看了 這些 齒乃是高山的地方 是嗎 但是呢 有趣的是 這個地方 你看到這裏 有三個字 看到什麼字 看到嗎 看到嗎 眼力這麼好 你們都看不到 這三個字 是寫著土家灣 土家灣 為什麼它要寫土瓜灣呢 我想問大家 什麼叫土家灣 哦 它寫錯了 其實它寫土瓜灣 然後你會推論 什麼叫土瓜 我那個地方種土瓜 對吧 所以就是 我問你 全中國 全香港 這麼多地方 有什麼地方不是種土瓜 哪個地方沒有種蕃薯 你告訴我 土瓜其實就是蕃薯 所以有些人 以我傳我 就說 我那個地方因為種蕃薯 所以叫土瓜灣 對一點 對一點 但是我的理解是什麼呢 應該是土家灣 這裡寫著土 一個土地的土 家 其實是說什麼呢 一個家的家 灣就是一個海灣的灣 什麼叫土家 換言之就說 這班人在這裏 是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我初初我也不說 直至當沙中線一直掘的時候 他一刻也掘了很多東西 大家也沒有留意 其實現在還未公佈 究竟他掘了什麼東西 只不過告訴你 你看到的就是 那個宋元的方井 有宋代元代的方井 那就是告訴你 那個時間性是什麼 肯定就不是你現在說 十九世紀以後的事情 是十九十八世紀以前的事情 是不是 好了 問題就來了 掘了這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再推論這個地方 肯定就不是這麼荒蕪的 土家灣會不會有一個概念給大家 這班人都叫自己叫什麼 本土人 土家的意思就是 我是地地道道生活在這裡的人 所以我叫土家 對嗎 因此土家灣是不簡單的 我覺得如果在那裡一直掘下去 就應該有很多 可能真的跟宋元的關係 最密切的東西 是放在那裡 所以整個圖去看的時候 它精彩奧妙的地方就是 在某個時間 無緣無故的刺眼 是跑了出來 但是沒有人會解釋給你 為何在那個時候 它會特別標明這些地理為止 好了 大家辛苦完了 因為全部都是一些文字 看到眼睛很累 我開始給大家看這些圖片 看圖片是令到大家的印象深刻 而且可以作為一種比較 互相的比較 我說在香港建立的 這一種人民地理的現象 是屬於一種什麼呢 想建立一種威權的主義 所謂威權者 就是英國人深信 他把自己的文明帶來這個地方 是有他自己那種什麼呢 控制的方式 控制你authority 是要你自己真的覺得 你真的很威嚴 你真的很神聖 你真的很有力量 所以我就很服你 這種威嚴主義在哪裏建立 就是在這裏建立 今時今日 知不知道這裏是哪裏 域多利監獄 你說域多利監獄 這裏有威權 這裏也是域多利監獄 你會看到有很多這些建築 在香港島就出來 這是什麼呢 中央裁判處 這是警察的中央總部 英國人是很聰明的 他不需要花很多筆紋去告訴你 我的步驟一二三 我怎樣去做 但是他做了幾樣的東西 馬上就令你相信 他把英國最好的東西 帶來香港 留意一下 這三種建築物 一個是司法院 一個是警察院 一個是俗辱 這三樣東西正正好 是告訴你 香港是當時最需要的東西 大家知道當時 19世紀的香港 是很多什麼 很多海盜 這些海盜 如果搞到你不清不楚 你怎樣在香港管 你管不到 威權主義的地方就是說 我一建立了這幾樣東西之後 馬上你會覺得 我治理得香港更合理 對不對 所以我又想問問大家 大家有沒有留意 在香港有一條叫秘利街 你沿著秘利街 你一直走的時候 其實秘利街附近 你馬上會看到幾種不同的建築物 秘利街附近這幾種建築物 有沒有關係 大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當日英俄人 正正好就是 將他在秘利社區 建立的這種模式 這種模式 完全搬過來香港島 所以今時今日 我們說秘利是一個社區 這個社區裡面 一定有警察處 一定有監獄 一定有什麼 裁判處 好了 我們的監獄有什麼先進 你知道當日很多外監家 他們什麼都不看 他們來到香港 我一定要看 看你香港的什麼 監獄 因為你的監獄 在全亞洲裡面 做什麼 做先進 監獄都有先進 還是不先進 有 十九世紀 如果你比較中國的監獄 還有香港的監獄 已經有很大的分別 我們中國的監獄 很多時候 失去了一種什麼 人心自由 很多時候 想鞭你也行 我們叫鞭癡 癡 那些人經常都有 要刺你的字 是很容易的 但問題是 在英國 十九世紀之後 他開始行一種 叫做人道的主義 他覺得做囚犯而已 他也應該補他的命 他要保證他的命 你也要保證他的身體 健康才可以 他說一個正常的囚犯 你找他這麼久 他會很困難 有時候 偶爾要放囚犯出來做什麼 做一下 exercise 你做完 exercise 你做完 exercise 人家是否舒暢很多 你也有這種感覺 經常在房間 要做一下 exercise 他說 我應該 某個宗室 給囚犯 做一些義務勞動 做完義務勞動之後 再回去 讓他做一些什麼 做一些公益 以致到 這個人會覺得 我也是被社會接受 除此之外 還有些什麼 是亞洲區 其他地方沒有 厲害 他的監獄 原來有獨立的監創 不是 一個人 不是應該自己 有獨立的監創 不是 十九世紀 很多監獄都是 一群人 圍在一起 每個人都差不多 等了 但是 當時 已經開始 有獨立的監創 我想一反三 告訴大家 原來 整個香港島的威權 是這樣建立出來的 今時今日 你走在街上 香港沒什麼厲害 最厲害就是大理石 還有雲石 再加上什麼 這些石 你隨時在香港都找得到 是嗎 它有很強的什麼 有很多石鷹 在裡面 真地很難 建立後 很光深 閃閃靈 建立的時候 經常用這些 比較高高高大大的建築物 維多利亞式的一種建築風格 令到你一進去的時候 肅然起敬 這種就是威權主義 我可以這麼說 在香港島 如果我們保育土的時候 根本差不多到處 我們都能看到這些建築物 現在當然相對是少一點 所以 英國的殖民地 在香港島 最初的建設 是非常有它的代表性 在這裡 這裡說的是四環九陽 就是跟你怎麼分 所謂四環 下環、中環、上環、西環 然後再下去 就是這個九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陽 不需要多說 大家其實慢慢去看這些書 都可以看得到 多看香港的情況 再比較九龍的時候 你就會真的看到它的分別 例如像這個 我們全部都說的是Waterfront 這個Waterfront 就是早年 因為香港政府要有一些收入 於是它在整個海岸填海 填海完之後 它每一格大概 一百米一百米 它就會有一些 所謂洋行的地段走出來 然後就被這些公司去買 買得起的 其實多數都是這些 他們在上高 就是建造一些三層的建築物 其實這些都是很齊一的 下面通常就是給你上樓貨 然後再上去的時候 這一層多數就是一些辦公室 在上高的那一層 多數是給大班 在上高可以休息 那這個Waterfront 那個情景 你可以看到 當時整個香港島 就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用這個觀看 給今時今日 在整個維都里亞港 看到這些東西 美不美 美得不得了 你會覺得好像皇宮 是吧 威權主義 其實在這些地方 走出來了 這是其中一個 就是發賣鴉片的 一個叫天地的洋行 只是這些建築物 可虛妥點 那你說 為什麼我們還要說鴉片 因為去到那個時候 鴉片已經合法化了 大家知道嗎 那些洋行 在賣鴉片 已經是很情情常常 覺得沒事的 這些建築物 當然沒有了 其實我們可以走在這些建築物的路上 你也可以看到 原來整個遮打街 是這麼漂亮 整個七峽都這麼漂亮 好了 然後再下去 你可以看到 整個匯豐銀行 是這樣的樣子 我很想告訴大家 好像這些 香港是保留了一種 很重傷的主義 它這種威權主義的背後 反映了 作為英國的政府 它是治理得香港 是非常淘汰的 而且是保障了商人 英商的需要 這些Hong Kong Club 是告訴你 他們隨時可以在那裡 去談生意 是嗎 他們假日可以去 Happy Valley 那裡去跑馬 是嗎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馬照跑舞照跳 其實就是想一應 以前這些所謂英國人 遺下的一種傳統 這些傳統 如果你看來看去 都是在香港島上才有 對吧 這幅圖 你能看到 這幅圖在前面 其實都是比較 破舊一點 它是貨倉 在那個山的後面 其實還可以看到 很多的 叫做 比較西方式的建築物 這個也是 在那個山的影子 這一堆是比較破落一點的 但是後面的那些 其實是先進一點的 中環和上環 有些人就是這樣比較的 他們說今時今日 你如何去畫出 中環和上環的地段呢 大概去到什麼呢 就是永安的位置 再去到永安 即是以東的地方 那個地方已經叫做什麼呢 是上環的位置 然後下面的 屬於中環的位置 這個就是華人在當時 慢慢去建設這個香港 就是說到所謂南北罕題 金山堂的問題 現在我知道 一般的香港史的歷史書 很多時候 是將這群人 擺在一個重心裡面 但無論怎樣說也好 我們當時多數的香港商人 是集中在上環一帶 因為上環來說 它比較有優勢是什麼呢 地段是比較便宜 除此之外 它跟中環距離不是很遠 它一樣可以去做生意 所以有所謂南北罕這些走出來 我就想問大家 什麼叫南北罕 南北罕是什麼 南北罕其實是南來北往的意思 中國人做貿易很厲害 貴昊風吹一吹 東南風吹到東南亞 你就可以在東南亞買香料 再吹回去 然後你上去 就可以銷售這些東西 與此同時 你可以在北方買些什麼 大豆 詩 倦 還有陶瓷 很多糧食的東西 都可以這樣 南來北往在雲書 而在中介上 他可以達到很多的貿易 這個人很成功地 代表了香港的一些商家 這是誰 這就是河東 你看河東的樣子 河東的樣子 像不像香港人 有些不像 有些不像 為什麼 本來的兒子是混血兒 河東的媽媽叫什麼 叫師太 師太是保安人 然後你再留意一下 不是啊 不是啊 河東的兄弟 都是這樣 鬼鬼的樣子 有些是很傳統的 中國樣子 對吧 歷史又要回到那個時候 你知不知道河東的爸爸是誰 哦 他是中國人姓河 錯了 河東的爸爸 不是姓河 雖然叫河士文 但是你不要以為他是中國人 是吧 他是什麼 他是荷蘭人 所以你看得到 他爸爸早年來到中國去做貿易 就是想去找一些商機 很有趣 當時來到 未必一定告訴你 他做得成生意 但是與此同時 他來到中國 一個人可能比較孤獨 他就很喜歡 去娶一個中國籍的 一個叫做另一半 是否叫取呢 可能他的觀念也不是叫取 是臨時性 我做得好就好 把你放在身邊 做得不好就好 我自己 拍下一個屁股 然後就回到自己的祖家 河東的爸爸 一樣遇到這個情況 早年就想籌集一些商見 最後還是回去 所以 後來你看到 河東是通過自己的努力 去建立那種叫做買榜的關係 在他家裡 既有兄弟 是同父義母 亦都有兄弟 是同母義父 你可以想像 如果是同母義父的時候 他的樣子應該會像什麼 中國人還是外國人 像中國人多些 如果是同父義母 他的樣子應該像什麼 外國人多些 就是這樣 所以他看一家的相片 有些兄弟相對底下 比較中國 有些是外國人多些 這個也正正在我們早期的香港裡 我們是很接納的 不知為什麼 已經是一種買版的文化 這是另一個 大家平時走到那裡 會看到 有很多出名的商人 這個叫李星 李星今時今 有李星小學 我們已經不太知道 誰叫李星 但是這些人 他們因為他們做什麼 就是金山座 所謂金山的意思 大家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某些年度 其實發現了一些金狂 所以人們經常說 去掘金去掘金 不知為什麼 19世紀 大概60年代 這裡又發現了有金 那裡又發現了有金 澳洲又說有金 美國又說有金 於是有一股很大的沉金燃 是促使了這些商人 其實開始覺得有商機 因為很多華人都走了去掘金 你只做他們的生意也做到了 手軟 是有一些這樣的關係 以後更加多 是說這些華人 華商 如何去進駐 在這個貿易的舞台上 所以我們說 香港其實是很精彩的 你看到最初的時候 通過一個威權主義建立 做這些體系出來 最後再加上這些中國人 自己努力 他突出一個平台出來 如果這群人不告訴你 是甚麼人 可能你會覺得他們是晚清的官員 但其實不是 他們是甚麼人 他們是東華的主席 東華的主席 每次就職的時候 他們都穿了這些官服 在這裡做一次的會面 你看到他們的身份有沒有衝突 他們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還是中國人 我們現在經常都說 你是香港人 你可能對中國人的身份未必認同 但我想在19世紀時期 這群做生意的人已經很看得通 中國政局會影響香港 但香港好 中國好 如果中國好 香港是更不好的 所以解釋了 他們這群人很願意在這個地方 有時通過一些周制的事業 慈善的事業 慢慢地建立自己的人生的安樂 在這裡你看到 東華開始設立一些疑忠 起碼那個人病到半死的時候 你不要讓他躺在街上 在這些地方 可以讓他攤頭一下 甚至將來和他施觀訟念 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碼頭 不知道為什麼 19世紀70、80年代 很多巨峰 一打一打過來的時候 你看到連船坡都爛了 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 所以在那個時間 我們香港遇到很多天然的東西 這些災難也讓很多華人 開始就在一起 我講很多華人的活動 都是有些限制的 因為英國人畢竟在香港 建立了一種威權主義 他們首先把這種利益 先給了一些英國人 華人有時經常覺得 地位自己不夠高 然後再下去 很多時候他們會告訴你 在這些地方 你覺得你可以經常去嗎? 未必是市場堂 市場堂是高尚的地方 很多人也未必可以去得到 所以有很多人就走出來 開始說 不是的 這個地方你雖然威還威 中國人也應該有自己的身份 在這裡 在這裡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何啟 一個就是剛才所說的 吳亭芳 吳亭芳和何啟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我們要說這些中國人 因為這些中國人正好 是告訴你 我們其實中國人 應該有一種所謂道德 或者有一種勇氣 這種勇氣 無論你一個人如何管治我們 我們也好 我們其實可以形成一種自己的良好管治 以後我們會說九龍城 或者九龍的時候 就會帶出很多這種傳統的文化 吳亭芳 大家都知道 他叫做五才 但是吳亭芳 大家知道他原先的背景是什麼嗎? 他的家庭和家族 很多時候他們是跟著傳教士 傳教士有很多不同的據點 最初他們在哪些地方 可能是在馬六甲傳教 東南亞傳教 接著慢慢把據點移到其他地方 所以後期 你看到 吳亭芳是同一個結婚 這個太太的弟弟就是何啟 大家應該有聽過 叫做何妙齡 有沒有聽過? 大家可能沒有聽過 吳亭芳所走的路 和何啟走的路是一模一樣的 差不多是代表了 早年華人 經常是和政府打交道的 一個華人代表 非管秀的議員 他讀的書也是差不多 吳亭芳是讀法律的 何啟接著又走去 倫敦宇亭讀法律 以後何啟更厲害 因為他還拿著醫學的專業資格 何啟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在於何啟是孫中山的老師 是嗎? 歷史就是這樣 偶然的東西全部走在一起 最後成為了一樣必然的東西 如果沒有何啟 沒有五庭方 這些人不斷地提出 中國應該有一種進步 我想這一種改良的主義 沒有那麼快去影響中國 後來你看得到 當五庭方上去北上幫李洪章的時候 其實和何啟 是有南北呼應的一種作用在這裡 我們香港 不要小看 在這一種地方 雖然它是用威權主義建立的 但是我們華人自己已經建立了自己應有的一種社會為之 這就是吳婷芳 這就是何啟和他太太 吳婷芳 有些人說為何他要北上 就是因為他被一場地產市道不太好 他就去炒樓 炒輸了 於是沒有什麼前景下 他就北上去幫李洪章 究竟是否這樣呢 其實你就可以考證一下 但我看上來 我特別喜歡何啟這個人 何啟這個人是非常大情大勝的人 他太太很不幸 一百多年就過了生 他傾盡全力 走去紀念他的太太 因為很愛這個太太 就建立了一間叫做雅麗士醫院 建立了雅麗士醫院 就不要浪費了 既然這麼大間醫院 就用來訓練一下醫科學生最好 而孫中山剛才在博濟讀完書 他在博濟繼續鑽研醫術 還是去其他地方官方 在那個時候看到 不是啊 外科手術 香港很出名 於是他就走了 是跟何啟何啟 如果孫中山沒有來香港 你說哪裡有所謂革命的搖嵐呢 是嗎 所以我們去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藤硬呱呱呱騰 有很多的關係走出來 這個叫胡麗媛 大家可能不認識 但何啟和胡麗媛 一個英文好 一個中文好 結果兩個人 一起寫了一本書 叫做新政真傳 令到大家慢慢看得到 原來中國改革應該是這樣 一步一步去做下去 這些都是告訴你 往後有很多有關他的活動 以及阿里士醫院的關係 這些都是我不說的 這個其實都是英俊人 香港很多的英俊人 這個英俊人更加 早年去美國讀書 英俊人是差不多第一個 在耶路大學 是拿到一個最高榮譽的 一個銜頭回來的 這個人就是James Lake 李亞哥 在整個過程裡面 他和黃韜那些人 大家一起做很多翻譯的事情 香港島是否厲害 就在於有這輩子的華人 再加上這些洋人 有一個歷史的概念 是Synergy 這個Synergy是甚麼呢 就是當中西兩個文化 大家一起交回的時候 他會產生了一種混合的作用 由於我們中國人 是比較上是 Obedient一點 是尊重權力一點 所以做起來的時候 他會乖 西方人是甚麼呢 他在領導上 他會做得好 所以加上我們中國人 這麼勤勞的時候 馬上就走出了 一種互相協調的效應 好像這個 其實是非常威風的 因為其中一個叫唐少儀 這個唐少儀就是老了 當南北和義的時候 兩個老人家走出來 你想想 代表孫中山那邊是誰 是五庭坊 然後代表 袁世海那邊是誰 就是唐少儀 兩個人其實都在香港讀過書 所以你看到 我們香港發揮的作用 是很大的 我現在說了這麼久 但是還在說香港的威權主義 香港的華人 再下去的時候 其實應該更加多說 這些我跳了 我不說了 四大寇的 大家都應該聽過 特別去說 就是這個 這個為什麼我們特別要說 就是整個香港地域 如果我們定性為一種威權主義的時候 九龍的地域 我們可以給一個什麼形容詞 我可以這麼說 是以中國文化為主導的一個城區 這個城區 沒有英國人那種這麼貫注 自己精力下去建立自己的管治的精神 但它卻是由一些地區 一些不同的村落 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整個九龍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個直線關係 你一定要記住 三角營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是我們所指的九龍寨城 當日城寨的官員 如果要從九龍寨城走出來的時候 他一定會經過這個 叫做九龍庫城的一個大街 我們叫做九龍大街 九龍大街再走出來的時候 他會來到這個地方 他會有一個接官艇 接官艇再走出來的 就是一條龍津橋 大家有沒有留意 前幾年 我開始有一個龍津的斷橋 那一部分 讓大家看得到的 當時我去看這個斷橋的時候 非常興奮 因為我覺得這條斷橋正正好 是可以重新恢復 令你知道這個直線關係 我甚至鼓勵他 如果你可以恢復當時龍津橋 去到接官艇 去到城鎮 九龍大街的關係 將會非常壯觀 後來因為發展項目等各方面 其實現在大部分這些地方 都跟啟德的用地最有關係 沒有這個意見 就照給啟德的體育員 或者將來他們會不會 加上這一段的故事 但與此同時 你看得到 在這些地方 其實後面有很多不同的村落 這些村落 其實是告訴你 有所謂四約和二十三村的觀念 以前我不知道什麼叫四約二十三村 後來我就去訪問 樂善堂的一個老人 這個百歲老人叫陳祖站 陳祖站對以前的事情 他記得很清楚 對新人的事情 他反而記得不太清楚 老人家就是這樣 所以他如數家鎮 然後告訴他們 樂善堂那時候是這樣的 龍津橋上岸的貨物 因為城寨官員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抽稅 在那些貨物上 因此他們覺得 可以移風逆族 在那裏做一些慈善事業 今時今日 如果你去井蘭樹的地方 你還能看到 樂善堂有很多異莊 異蟲 尤其是異蟲 一個個墓碑 寫著異蟲兩個字 就是告訴你 為何可以有四約二十三處 的觀念出現 我說我不明白 四約二十三處是哪四約 他接著解釋給我聽 我的四約就是 庫城那裏也有幾約 沙田後面也有幾約 然後向西這邊 荃灣也有幾約 然後向那邊 井蘭樹那裏也有幾約 我說不是 那裏很遠 他說不是很遠 如果是由荃灣那邊過來 他一路走九華徑 然後把那些東西擔過來 再經過長生環 他就來到九龍城 我說要多久 我說大半天 大半天就到了 沙田是更加的 他說扮過觀音山 其實就是 西貢那邊 西貢那邊 西貢不容易吧 他說不是 西貢那邊 你肯走也可以 都是大半天 他當日就是因為 四通八達的緣故 很多人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村落 就把一些貨物 運到九龍城這個地方 作為一種集散地 因此 他的村落關係密切很多 大家如果有研究 落善堂早期的建築物的樣子 它是像什麼 它真的像一個池塘 其實他說 當日 逢有什麼爭辯 落善堂因為控制著 四約二十三處 那些人就會在那裡講數 說到七七八八了 完了 做了仲裁 就遂行那個便宜 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非常精彩 這幅圖就更加厲害 如果龍津橋沒有斷 沒有保留完完整整的情況 應該大致上好像這裡 這就是當日有一個攝影師 他站在什麼呢 龍津橋差不多近了這裡 已經是橋頭的地方 其實他有一個丁字形 是一個木砌的建築物 為什麼木砌呢 船上去的時候 不會一撞撞散 其實在同治時期 已經有龍津橋 後來去到光水時期 去到家長 是這樣的意思 好了 龍津橋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 你如果是這樣走 你去到這裡 你能看到的這個建築物 其實是接管艇 接管艇一進去的時候 應該兩邊都有一些商店 再進去 因為平面你看不到 其實有一個平衡四邊形 那個就是城寨 但是城寨還可以讓你見到 還在這個地方 這個叫什麼山 你今時今日好像沒有了這個山 其實這個山是叫白鶴山 又很出名的 為什麼 你什麼時候才會有白鶴 乳化新鮮的時候 有白鶴 所以今時今日 你去後王廟 如果去看一看的時候 它後面還有一些石 有一些叫鵝子石 有一些叫鶴子石 有一些叫鶴子石 是在廟後面 可能是因為 這個建築物的原故 遮住了 你看不到 但是很精彩 它是告訴你 中國人有很多 所謂的新鮮乳化思想 都在這裡默默進行 我就不太相信了 我說陳祖澤先生 你可不可以給我多些證據 那些說話都很抽象 然後他說 不是 我認識一個 那個叫陳伯徒 馬上在那個觀念裡閃一閃 陳伯徒 陳伯徒不是晚清的收視歌 很出名嗎 後來大家知道陳伯徒 因為晚清回落了 於是要南下香港 他就住在九龍城 他初期是跟他媽媽一起住的 做口瑞士的時候 我開始明白 他很認識他媽媽 住在武屋街 後來他媽媽過了身後 他才轉轉 住在長安街 陳祖澤當日 和陳伯徒 其實大家生活的地方 是很接近的 他說陳伯徒 每天他怎樣去生活的 他說他像道袍一樣的東西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他說他背著竹窿 背著竹窿 看到一張垃圾 他就插了垃圾 擺在竹窿上 然後我又問他 你擺在竹窿 然後做什麼 他說 拿去那個叫做 敬式自止亭 燒了 神神怪 無端端一個人穿道袍 背著竹窿 拿去敬式自止亭 燒了 他問他這個屬於什麼行動 有什麼價值意義 大家一定要去想一想 他的文化符號究竟是什麼 原來在當日的九龍城 城寨的官員 是很講一種功德的事業 因為積福積德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積福積德 今時今日的人說你有沒有陰質 你真的沒有陰質 什麼叫陰質 就是你做了這些事情 你便積到一個福 你做了一些事情 你便積到一個壽 他將很多這些事情 全部要 quantify 化 於是你便會知道 每一人其實他們很希望自己 為了自己的所謂現受的緣故 他做了一定的好事 例如今天你見到這隻貓 這隻貓我傷了 不要緊我幫他包紮 可能你有一個福 你看到魚子墮座 即是墮者 你救他 是什麼 甚至會七層浮屠 全部有這些 即服即售的行動 而當日 正正好 陳百圖在當時 他經常去樂線堂 他也是很想做這件事 因為事業之間的關係 我們一直去講的時候 我們會集中在這些 所謂公德的事業去講 這個侯王廟也是 為何侯王廟香火是如此鼎盛 當日在我們的旅遊指南裏 很多時候都說 侯王廟香火鼎盛 原因是 城寨的官員每次出去的時候 他都不知道自己能否回來 有時候你知道 很不太平的 對面的那些英人 你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付 所以安全回到你的時候 他就說 神恩浩蕩 原來有神明去照顧 所以在那裡 亦有很多所謂奉德的事業 跑了出來 我剛才所說 陳百圖揹著那些東西 跑去燒 那個地點在哪裡 正正好 就是九龍城寨的 這個敬式智子亭 是由一些城寨官員 去捐錢 建出來 今時今日 你說如果有這個敬式智子亭 是不是很震撼 是吧 很漂亮的一個艇 是吧 好了 再下去還有很多故事 我們剛才說 發生了這麼多宋元的方者 馬上給你們一個什麼想像 我們的歷史 是真的這樣層類造成出來的 居民在今日 聖三一堂那裡 有一個宋皇台 是吧 宋皇台的石就是這樣 一個圓形的石 上那裡寫了三個字 它是代表了什麼 有些人說 南宋皇帝之所以下來 就是因為 他曾經上過這個聖山 在這裡 你信不信 有多少人相信 南宋皇帝是下來的 有沒有下來的 無論有下來或者沒有下來 他都已經成為了一種集體的歷史記憶 你去哪裡可以找到 香港找不到這些東西 我告訴大家 是九龍城 你才能找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今時今日去九龍城 其實有一個很強的國民身份認同 如果你明白 很多晚清的文人下來的時候 他們都經常雙春悲秋 你就明白 他們再去追述宋代的慧民的時候 但那個心境很相似 而我們看得到 好像這些 也因為三十年代 很多人在香港已經有一個據點 他慢慢也很想在九龍有一個據點 今時今日不可以不說 就是啟德 啟德固然 何啟德和歐德有個名字 大家就在一起認識 但在那個時候 當我們興建啟德賓的時候 何啟德和歐德都已經不在 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二三年的時候 第一期很順利興建啟德賓 但第三期 因為省公大罷工的緣故 其實停工了 以後建不了這個啟德賓園 那這個地方就讓人去做什麼呢 去做一些飛機的訓練場 歷史就是這麼偶然的 因為你做飛機訓練場 慢慢的人覺得 在那裡建一個機場吧 機場就是這樣 走出來的 因此 我想今天 大致上我們應該停在這裡 告訴大家 九龍的歷史之所以 和香港的歷史不同的地方 是在於 它在整個發展過程裡面 它是由很多比較相對 偶然的方式 大家碰撞在一起 中國人因為在那裡 它有一個希望 它很想找回自己的文化形圖 所以在九龍城的打造那裡 它加入了很多個故事 這些故事當然 不是用花崗石 不是用那些所謂的 是高大的專長去砌出來 而是從一種中國人的美德 或者美夢那方面去出發 如果我們去明白 香港大九龍的歷史的時候 將會令我們 對這個地方更有感情 原始還有一兩張圖片 是有關這個新界的 但是因為時間關係 我就在這裡 我就不說了 我留了一點時間 給大家去問一下問題 因為可能只剩下三兩分鐘 多謝各位 謝謝 ja 認明 為 沒有 有 有 這